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韭菜馅饼的做法,不揉面不擀面。出锅以后薄皮大馅特别好吃,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准备300克的面粉。加上一点盐,增加面粉的筋性。然后再用240毫升左右的温水和面。 一边加水一边搅拌。像这样可以抱成一团。 用筷子整个人都挑起来,这种状态就差不多了。 这会咱们把它盖起来,放在一边饧上40分钟。 再来准备一点韭菜。切好以后装进一个大碗中。 少加一点食用油,搅拌均匀。这样可以形成一层油膜。隔绝盐分,减少出水。 接下来咱们打三个鸡蛋。把鸡蛋打进一个小碗中。 少加一点盐,增加底味。用筷子快速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放在一边备用。 起锅热油。油热以后把鸡蛋直接倒进来。 用筷子快速地炒散。鸡蛋变成碎末以后就用铲子稍微搅拌一下。 炒至变成青黄色就可以出锅了。 稍微晾凉一点,不烫手的时候倒进韭菜里面。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 往里面少加一点点盐。 再加适量的胡椒粉。 用筷子搅拌均匀。 韭菜本身就非常的鲜美。 所以调味品尽量少加一点。 拌匀之后放在一边。 这个时候面已经醒好了。 咱们来看一下。 这面非常的有弹性。 用筷子像这样再扯它都会断了。 用筷子直接挑起来。 放在案板上。 就是这些干面粉,把它整理一下。 整理成长条。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。 切好以后把面剂给它整理一下,整理成一个小圆团。 随便盘起来就可以。 然后用手压扁,压成那种小厚饼。 接下来咱们把做好的馅料直接给它舀进来。 馅料尽量多放一点,包出来更好吃一些。 用包包子的手法像这样提着。 把它包起来。 全都包好以后,然后给它压扁。 最好是开口向下。 用手在上面轻轻的按压。 像这样是碳性的按压,千万不要压烂了。 这个饼皮微微透明。 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里面的馅料就可以了。 垫饼当里边刷上一点油。 然后把做好的面剂直接放起来。 再上盖子,用火烙制两分钟。 两分钟以后表面就变成透明的了。 这会会给它翻个面,再次烙制两分钟。 表面微微发黄,像这样按压有弹性。 这会就熟了。 等到所有的饼都变成青黄色,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个饼一定要趁热吃。 吃起来特别香。 薄皮大馅,而且非常的柔软,不揉面不擀面。 用筷子简单搅一搅就能做出来。 而且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,既营养又好吃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